在中国 雷锋是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3月5日 学雷锋纪念日临近 位于雷锋故乡长沙旺城区的雷锋纪念馆 迎来不少中外青年参观交流 在外国青年的眼中 雷锋精神无国界 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对我来说 立方精神代表着五四分项和做人的精神力量 这个精神力量引领着我自己成为的一名主演者 同时也感染着身边的人 顾问者 感谢大家一起利益主任经历美好的社会 我也是被激昂的精神力量吸引了 心要感谢大家 在长沙理工大学就读的阿富汗留学生萨利 在长沙生活学习已四年有余 因为经常参加学校周边社区的志愿服务 被大家亲切称左洋眉峰 与萨利一样 在中国也会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的 巴基斯坦留学生伊姆 听了中国同学关于雷锋事迹的讲解后 郑重地在长沙理工大学志愿服务宣言上 写下自己的名字 中国正是因为有真真往往的雷锋 才有了热心有意的飞速发展 和人们幸福的生活 我要向他学习 已在中国长沙生活了16年的加拿大人马丁 对雷锋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也深受雷锋助人为乐精神的感染 学中医会打太极的他 常常和中医协会 太极拳武术协会的同伴去做各类乙工 作为长沙市明德中学国际部的外教老师 马丁也会带着学生们去做乙工 在他看来 雷锋故乡长沙的志愿服务随处可见 来自德国的何默凯去年来到长沙 接手了专为听证人士提供免费烘焙培训 和就业机会的巴赫西点面包店 他经常在长沙地铁站看到雷锋形象海报 知道雷锋是中国人的精神偶像 何默凯告诉记者 虽然德国没有雷锋这样的全民精神偶像 但雷锋精神没有国界 每个国家都会有这样的人 用自己的方式坚持做好事 包括我爱人和我 我们12个人 当中有7个龙牙的 基本上还是以前的样子 几乎所有的员工还是留下来的 然后我们也没有打算在这方面做任何的改造 就是我们希望继续照配龙牙人 继续培训龙牙的学徒 如今长沙的志愿服务氛围浓厚 据统计 截至目前 长沙雷锋志愿者注册人数达154万 志愿服务组织达5980家 对更多雷锋家乡人而言 学雷锋已融入日常 成为一种精神追求